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难一时间接受的 之前的先知很快就接受了吗 之前的先知 亚伯他很有天赋 他很快就适应了 康纳露出一个自嘲的笑 也是 没有天赋又怎么能被称作先知呢 失去了一位有天赋的先知 对人们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损失 时至今日 我依然为亚伯的死感到悲伤 阿尔伯特稍微低头 看上去似乎真心为亚伯的死感到惋惜 同样带着沉重神情的康纳细细观察阿尔伯特的神情 仪式房里面的画痕 都是亚伯留下的吗 是的 那都是在进行仪式时留下的 仪式会令先知无意识地做出某些行为 那些画痕看上去可能比较吓人 但你不用为此而担心 我第一眼看的时候真的有点喝到了 我还以为是谁为了营造气氛而搞的恶作剧 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告诉你的都是真话 康纳 你这样怀疑我 我会很难过的 不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语气不太好 没事 阿尔伯特似乎没有在意康纳的猜疑 那么为什么不刷上新的石灰盖住那些画痕呢 就算刷上了 先知在仪式中很快又会画下新的画痕 所以索性不管了 也是 那的确很麻烦 亚伯留下的画痕中 有两个名字经常出现 一个是他的姐姐爱丽丝 另外一个是费伦 费伦是谁呢 一提起费伦 阿尔伯特笑了笑 康纳看到他的眼睛眯起来一点 似乎在打量康纳 似乎在思考康纳这句话背后的用意 似乎在考虑该如何回答康纳 这是康纳第一次觉得阿尔伯特的笑事那么危险 那么虚伪 费伦是我的儿子 同时是亚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他们也是同学 不过我的儿子最近去了外地的大学念书 不在这里 是吗 那么看来亚伯将你的儿子当作和他姐姐一样亲密的人 是的 他们关系很好 死讯时所受的刺激 对他来说 这一定是一个噩耗 阿尔伯特摇了摇头 这个消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天大的噩耗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话题 康纳 不如我们早饭后在小镇里面逛逛吧 今天是要人休息的星期天 我们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下 不去想任何负面的事和情绪 如何 好 很好 阿尔伯特和康纳并肩在博斯丹小镇的街道上行走 就算今天是星期天 街上也没什么行人 一切都那么静谧和平 仿佛都被温和的阳光定格般 那么 你会对哪里感兴趣 作为主人家 昨天碍于公事而没有好好招待客人 实在过意不去 今天我必要尽地主之意 我对这里一无所知 所以去哪里也行 主要请先生多多介绍这个地方 那行吧 我们去市政厅 那里有一个小型博物馆 记录了这个地方的过去 在街道上走时 康纳察觉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爱丽丝 她一身黑衣 正往公墓的方向走去 她没有察觉到阿尔伯特和康纳的存在 阿尔伯特简单地介绍了这个地方的历史 小博物馆里面放了一些当时狩猎女巫时用过的刑具 还有当时从女巫身上搜到的证物 包括药瓶 护身符等 这里可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会有很多学者来这里研究吗 有啊 上个星期才有一个外国来的学生来找过我 他自称为一个研究宗教仪式的学生 听闻这里有特别的宗教而来调查 路上听闻我家中有不少收藏而来拜访的 最后我和这位年轻人谈了一个下午 我在那个对话之中获益良多 是吗 你们谈了什么 主要是谈论了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这里的人主要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 而这位学生对被带来的女巫的信仰更感兴趣 可惜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只能给她看了一些文物 并且介绍她去图书馆和这里的教堂 一窍不通 你可别笑话我了 不过是一个仪式 不能代表我是个专家 那起码你懂一些关于这个仪式的事 你有从这位学生身上得知更多关于仪式的事吗 很遗憾 他也不太清楚 那么他看了这些文物之后 有任何见解吗 这些护身符对我来说都很神奇 如果我能和他谈上两句 听他讲解这些符号和形状背后的意义 那一定很有趣 可惜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了 也不知道他离开了没有 你对这宗教文化感兴趣吗 自从进行仪式后 开始有点兴趣 那么我能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 仪式来自我家中一本私人藏书 我的祖先在16世纪把他们听闻回来的知识偷偷写在这本书上传下来 里面记录了这个仪式 并且将其标记为全能全知的魔法 据说出这个魔法的女巫所说 这个仪式能够和神沟通 而神与人间行走 她能听取人的心声 能够理解人的情绪 借而为虔诚的信徒提供帮助 那么我今晚必须表现得更加虔诚了 是不是 阿尔伯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是的 信徒 祝你今晚顺利 突然阿尔伯特的手机响了 他小声道歉 走出博物馆坛了 回来对康纳说 抱歉 康纳 我有一些急事需要处理 失陪了 没事 你去忙吧 谢谢你向我介绍这些 阿尔伯特离开了 他这是对我放心了吗 我要去找爱丽丝问一下关于这个神的事 爱丽丝在亚伯的墓前 她一身桑芙扑在地上 如黑色的花 康纳走近了看 会看到她一边哭一边闭眼叩手祈祷 因诺斯小姐 爱丽丝如受惊的兔子般抖了抖 随即站起来擦掉眼泪怒视来人 又是你 我想和你说说神的事 你去和费尔桑说不就够了 没有必要和我这个疯女人说 爱丽丝称自己为疯女人 她比康纳所想更清醒 同时康纳对阿尔伯特更不信任 我很少听疯了的人自称疯子 那是你少见疯子 真正的疯子和常人无别 你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我不知道该信任谁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关于那个魔法的事 既然你是先知亚伯的姐姐 你一定多少知道点东西 爱丽丝冷笑 我当然知道 她曾经为了她所谓的仪式而监禁了我两个星期 算了 你这种站在阿尔伯特身边的人不会相信 我也不必多费口舌自便 因诺斯小姐 请你告诉我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那就去观看仪式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 是的 我一开始是为这个而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调查清楚这里的事 我会和你弟弟一样死去 所以 求求您 因诺斯小姐 请您告诉我这里发生过什么 爱丽丝冷眼看着康纳苦苦哀求 冷笑道 你是为了你自己来参加仪式 当你发现你自己的利益会被损害之后 你便到处求别人救你 您真的不打算说任何事吗 当初您的弟弟 我弟弟的事关你什么事 那我不说亚伯的事 您能帮助我吗 帮助你 难道您是想见死不救吗 你自恃过高了吧 凭什么要我救你 我已经失去了我最重要的人了 我还惧怕失去什么 更何况我和你非亲非故 那您是要看住您弟弟的悲剧重演吗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提起亚伯 爱丽丝咬紧下唇 怒喝 你不过是个将死之人 还大意凛然地和我说异议 要我救你 你为了所谓的仪式而来到这个地方 要不是你发现了他的骗局 你会来找我吗 你会在意其他人的生死吗 到了现在 你还能这么理所当然地在我面前说话 你还能到处走动 不过是阿尔伯特不想打草惊蛇 不过是他虚伪的善意 让他知道你想跑 他还会这样和善地对待你吗 你被他囚禁 被他强迫进行仪式时 你就会像我的弟弟一样一点一点被恶魔欺食吞噬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到时候 你的意义和生命都会在仪式中消失 留下来的只有高高在上的费尔桑 说到后面 爱丽丝忍不住笑起来 到最后更是大笑起来 不知道是在笑康纳天真无知 还是笑不断重复的悲剧 康纳被他疯癫的笑声吓到了 皱了皱眉 跑出了门口 打算回去费尔桑大宅收拾行李离开 然而 他在公墓门口看到两个黑衣男子 男子挡住了康纳的去路 先生 费尔桑先生请你随我们回去 差不多时候我自然会回去大宅 没有必要让你们来带我回去 我恐怕你必要跟我们走 先生 康纳直觉危险 转身想跑 但保镖比他快一步 打晕了他 当康纳醒来时 他身处仪式房 扭头左看右看 身边什么也不在 只有那些让人看着不舒服的话痕 还有正面那面墙上的那句话 康纳的头隐隐作痛 他按骂一声 责怪自己怎么没能早点察觉到 正当他要走过去门口离开这里时 他发现自己被捆起来了 在椅子上被捆得结结实实的 他尝试了一下大声呼救 用力挣扎 以字腿牢牢钉在地面 在用力挣扎也纹丝不动 在呼喊也没有人回应他 过了一会儿 康纳意识到自己需要保存体力 不能一下子用完精力 于是闭上了嘴思考现况 阿尔伯特从来没有信任过我 那些保镖一直都跟住我 还是说镇子里面一直都有眼线 不出奇 阿尔伯特在这里算是个能织手遮天的人 所以才能把亚伯破上死路 康纳自嘲地笑了 他也被迫走上绝路了 忽然 一阵电流声在仪式房里面响起 你好 康纳 阿尔伯特的声音令康纳顿时精神起来 阿尔伯特 放开我 如果你一直表现平庸 也没有什么坏心思的话 我一定会放了你 可惜 你不信任我 康纳 我为此而伤心 同时不可能放你走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实话 怎么会呢 阿尔伯特的语气带着笑意 如长辈教育小辈般 有点无奈又有点逗弄的语气 仪式的规矩 要求 我可是完完整整告诉你的 你这个所谓的仪式害死了亚伯 不是吗 我继续这个仪式下去 也会像他一样死去 我 我可没有跟你说亚伯的死和仪式有关 我已经跟你说过 不要相信疯人的话 正如我刚才所说 你没有天赋的话 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放你走 但是事到如今 你表现在平庸 我也不能放你走了 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天赋 我不懂所谓的魔法 我不想再管你这个无厘头的仪式 更别谈天赋了 你把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 我在首都里有朋友 有家人 有同事 他们都知道我来了这里 星期一我还没有回去 他们一定会报警 你能在这里互风唤雨 你还能应付外面的人吗 哈哈 你是说你在外面的人际网略吗 我记得你是杰克介绍过来的吧 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杀外面的人不成 你猜猜你身上有什么 你的行李都在哪里 康纳意识到阿尔伯特干了什么 他们会相信吗 至少杰克相信了 我念给你听他的短信吧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你一定会在波斯丹小镇得到帮助的 其他的事我会替你打理 你在那里住一个月也可以 如何 我看看 通信录里面还有妈妈 爸爸 班杰明 你想干什么 别威胁他们 别跟他们说话 你能骗我一个朋友 你还能骗我的亲人吗 他们随便问一个私人问题你就会路线 是的 的确 所以我不会 你大可以放心 我还有其他办法让你亲口告诉他们 你短时间内无法回家了 亚伯在这个小镇里面也有家人 也有朋友 你以为我是怎样把他藏在这里的 我保证 你会心甘情愿留在这里的 你无法一直这样关注我 就算我认识的人不来找我 其他来观看仪式的人呢 他们是会参与仪式来等我传递起事的事吧 只要我向他们求救 或者你对我做任何事 他们都会说出去 这是非法监禁 外面的警察一定会找上门来 哈哈哈哈 是的 会有人来观看仪式的 你一开始不是也想看仪式吗 现在你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而已 并不只是外面的人想观看仪式 本地人也想看 当他们知道有新先知的时候 可高兴了 什么 在仪式房里面摆麦克风和摄像头只是为了给你指示吗 的确有这个目的 但更多的是 让观众们听到启示 康纳在战斗 不知道是为自己的愚蠢 还是为人心而战斗 他们已经观看了一次一事 他们今晚也会来这个视听听 他们会期待你的表现的 阿尔伯特独自坐在视听听里 欣赏着投影幕上康纳绝望的神情 默默关掉了麦克风 走出了视听听 吩咐管家 今天别再出现那样的事了 米歇尔来了我会亲自接待他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看好他 别让他搞任何小动作 明白了先生 您是怀疑他和先知是一伙的吗 当然不是 米歇尔那种人不会把目光放在所谓的对错上 他一定在渴求更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和米歇尔一起的那两个女孩子呢 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伙的 姑且先留意一下 但别让他们发觉到 阿尔伯特皱起眉头 本来要监视爱丽丝的人被他派去监视康纳了 不然能知道那几个小鬼有没有接触过爱丽丝 在十点给先知戴上眼罩 还有一计 十点半我会亲自锁门 明白 房间回归于宁静之中 康纳的脑子和这个空间一样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康纳想明白了 没有人会来救自己 那些观看仪式的人 和刚来伯斯丹的自己差不多 对这里一无所知 只想着自己 就算向他们救助 就算让他们知道这个仪式的黑暗面 他们也未必会伸出援手 康纳疲倦帝闭上了眼 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落至如丝田地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偏偏是完全没有恶意的他遭遇到这一切 晋级的空气不会给人任何答案 所有的疑问 不甘 悔恨 都会被这冰冷的空气搅拌 渐渐融化融合 变成无法摆脱的绝望 渐渐渐渐 绝望